放映社今日主打提神醒脑的绿茶 让我们一起品一品令人脊背发凉的故事 如果屏幕前的各位可以许下七个愿望 那你们会许什么愿望呢 大家别急着说 请跟随小青看完今天给大家带来的这部 美国恐怖惊悚电影许愿 年幼的克莱尔骑着自己漂亮的端车 在母亲的注视下带着爱犬朝着街道尽头驶去 天真的她并没有注意到母亲脸上那复杂的神情 和丢弃在垃圾桶内那用心密封的包裹 等克莱尔骑车返回时 刚刚还站在门口等她的妈妈 此时却不见了踪影 对此感到疑惑的克莱尔急忙进入房间寻找 却在阁楼上看到令她终身难忘的一幕 母亲踢倒凳子用绳子结束了自己的生命 巨大的悲痛让克莱尔从睡梦中惊醒 童年时期母亲的离去已经成为她心底永恒的梦魇 醒来的克莱尔轻抚身前陪伴自己一起长大的爱犬 静下心来 现在的她与父亲相依为命 好在邻居德路卡太太也经常照顾他们父女二人 这才让克莱尔健康成长 看着父亲与朋友驾车出去拾荒 克莱尔也骑上单车朝着学校拾去 但在路上却因为避让对面来车 在她的奥古舅舅门前不慎摔倒 看着膝盖摔伤的克莱尔 虽然有钱 但极为冷血的奥古 仅仅说了一句礼貌性的询问 刚把单车锁到学校门口 克莱尔便看到 正在学校对面驶慌的父亲 听着周围同学的窃窃私语 克莱尔尴尬的几乎要找个地方钻进去 他赶忙过去将父亲劝离 终于进入学校 克莱尔拉着小梅和小琼两位死党 把自己精心画了几周的寻宝游戏宣传海报 挂在走廊旁的墙壁上 期间小梅还不忘玩手机游戏 正当三人交谈之际 经常欺凌克莱尔的戴希等人赶来 领头的戴希二话没说 直接将手中饮料泼在海报上 将克莱尔几个星期的心血毁于一旦 为了报复戴希 无犯时克莱尔三人 趁戴希走过出言羞辱她 感觉自己被侮辱的戴希 直接动手打了克莱尔一巴掌 不甘示弱的克莱尔自然也回敬了她一巴掌 这下彻底点燃了导火索 二人瞬间扭打在了一起 事后克莱尔来到邻居德洛卡太太家中倾诉 看着面前兵负着伤口的女孩 德洛卡太太直言 她需要一个真命天子 虽说克莱尔心中也有爱慕的对象 但显然那个男孩对她并不关注 等克莱尔回到家后 父亲告诉她今天在外面 捡到一个印有中国字的音乐盒 她想到克莱尔正好在学中文 便把音乐盒当作生日礼物提前送给她 拆开包裹 看着这个外形奇特的音乐盒 中文成绩并不怎么好的克莱尔 只看懂了盒子身上写的七个愿望 正巧此时戴希将他们下午打架的视频传到了网上 不过只发了克莱尔动手的画面 并且还配上她拾荒父亲的照片 言语间近视对克莱尔的羞辱 对此极为愤怒的克莱尔 看到身后的音乐盒 抱着试试看的心态 许下了第一个愿望 希望戴希整个人烂调 话音刚落 克莱尔的爱犬突然开始焦躁不安 她急促地误咽着 并警惕地盯着音乐盒 就连克莱尔的呼唤都置之不理 显然 动物那敏锐的感知 让她觉察到了危险 夜晚 总会发生些离奇之事 熟睡的克莱尔没有看到 白天她怎么也打不开的音乐盒 此时竟自己开启 伴随着诡异的音乐 音乐盒内各种精密的齿轮开始旋转 当即将把克莱尔吵醒之时 音乐骤停 齿轮也停止了旋转音乐盒关闭 一切仿佛都没有发生过 第二天 克莱尔通过网络得知 戴希竟真的全身溃烂 得了患死性筋膜炎 相较于身旁小梅的幸灾乐祸 克莱尔却一脸的若有所思 难道她的愿望真的成真了 看着面前那神秘的音乐盒 克莱尔举新手机拍下两张照片 接着习惯性的叫起爱犬的名字 但这次她却没有出现 对此感到奇怪的克莱尔 连忙出门寻找自己的爱犬 最终在房子下的隔空层内 找到了她的尸体 爱犬的突然死亡 让克莱尔极为伤心 毕竟她是妈妈送给克莱尔的礼物 再次回到学校 看到克莱尔手机中的照片 对克莱尔有好感的莱恩 提出自己表姐是古汉语的专家 可以帮克莱尔破解音乐和尚的汉字 但二人的谈话 被莱恩好友的下流话语打断 因为戴希住院 克莱尔三人的生活显然安宁了不少 但此时的克莱尔又有了新的欲望 她看着自己心意男孩保罗 与女友在学校和网上大修恩爱 心中不忧的醋意大发 于是抱着音乐和许下了第二个愿望 希望保罗疯狂的爱上她 音乐和如同一个效率极高的员工 第二天保罗便出现在克莱尔身边 满脸爱意的看着她 甚至对自己的女友都不予理睬 然而正当二人交谈之际 音乐和再度响起 伴随着诡异的音乐声 克莱尔的富豪舅舅奥古因为狡猾 离其死在了自己的浴缸内 回到家的克莱尔 通过电视得知了舅舅死亡的消息 她并没有太过悲伤 反而因为舅舅的遗产 没有分给自己而颇为沮丧 随后又因为父亲在家中 随意摆放石荒得来的东西 和父亲大吵一架 回到自己房间的克莱尔 看到放在桌子上的音乐盒 她立即走了过去 捧起音乐盒许下了第三个愿望 她希望得到奥古舅舅的全部遗产 话音刚落 父亲的电话便响了起来 克莱尔竟真的得到了奥古的所有遗产 得知消息的克莱尔瞬间欣喜若狂 在与德路卡太太告别后 克莱尔坐上父亲的皮卡车 开启了自己有钱人的生活 一夜暴富令克莱尔无比的兴奋 开豪车住别墅 带着闺蜜疯狂购物 享受各种美食 这极大的满足了克莱尔的虚荣心 但代价再度降临在克莱尔身边之人身上 夜晚正精心绘画的克莱尔第一次亲眼看到音乐盒缓缓打开 第一次亲眼听到那诡异的音乐声 与此同时 德路卡太太正清理着水池内的垃圾搅拌机 一个没留神 头发被卷入了下水口 最终因搅拌机那极强的犀利断颈而亡 因为德路卡太太的死亡 音乐盒终于关闭 而这让一旁不知情的克莱尔一头雾水 第二天 父亲从之前的杂物中翻找出克莱尔母亲生前的画作 再次回忆起自己才华横溢的母亲 克莱尔不禁向父亲询问 自己母亲为什么会自己结束自己的生命 对此父亲也没有一点头绪 而克莱尔也说出了自己心中的担忧 他怕自己最后也会选择结束生命 看着神情安伤的女儿 克莱尔的父亲只好将其拢入怀中轻声安慰 夜晚 熟睡的克莱尔梦到那诡异的音乐盒 猛然惊醒后 看到屋外有人暗中偷窥 但他追出房间后却一无所获 第二天来到学校 克莱尔亲眼目睹了保罗对女友提出分手 接着没有丝毫的停顿 保罗便来到克莱尔面前 约他参加即将到来的寻宝活动 上课铃声突然响起 打断了二人的谈话 课堂上的克莱尔无心听讲 满脑子想着的都是那音乐盒 下课后 他立刻找到了正在玩滑板的莱恩 以一顿混沌的代价 请莱恩的表姐帮他翻译音乐盒上的汉字 本就对克莱尔心生好感的莱恩 自然不会放过这个机会 当即驱车带着克莱尔 去见自己的表姐吉娜 路上 莱恩还对克莱尔提起一件趣事 原来在几年前 莱恩因为替克莱尔承担了一件糗事 被身边朋友叫了好多年的臭屁王 听到克莱尔向自己道歉 莱恩也心满意足地点了点头 接着又聊起了二人 都很感兴趣的多元宇宙话题 有了共同话题 时间便会过得很快 二人在欢声笑语中 抵达吉娜所居住的阁楼 看着面前的音乐盒 吉娜告诉二人 这是一个许愿波 可以许七个愿望 但许愿时必须触碰着盒子 一旦将音乐盒丢失或遗弃 那么所有的愿望都将失效 接着他们还在盒子上 看到了一个名字 卢梅 根据网上的资料 在1910年 卢梅全家因为感染鼠疫而身亡 仅有卢梅一人幸存 于是 他拿着家传的音乐盒 去寺庙祈求报复 在祈求了七天七夜后 终于有一个妖怪对他做出回应 根据记载 事后的卢梅变得十分富有 并且他的敌人也都离奇身亡 但在1922年 卢梅却因为中毒而自杀身亡 如此离奇的遭遇 让吉娜将这段历史当作神话故事 但音乐盒上写着音乐响起后 便会有事发生 具体什么事吉娜也不清楚 他决定联系对此精通的朋友迈克 在拍下照片后 对克莱尔和兰恩下了逐客令 回家的路上 克莱尔又看到了在路边石光的父亲 这让他大为恼火 他不明白 为什么自己这么富有了 父亲还做着如此丢人的事 于是在回到家后 克莱尔立即拿出音乐盒 许下了自己第四个愿望 希望自己的父亲不要再让人丢脸 愿望许下 屋外电闪雷鸣 预示着厄云将至 但此时的克莱尔毫不在意 因为他的父亲一改往日邋遢的风格 穿上一身帅气的服装 吹奏起优雅的萨克斯 历史间 让克莱尔的闺蜜全变成了小迷妹 另一边的吉娜 收到了迈克的回信 当看到信上的文字时 吉娜脸色大变 与此同时 纳预示着死亡的音乐盒再度打开 雷电猛然响起 吉娜污论瞬间停电 她的手机也没了信号 为了通知莱恩 吉娜不得不来到屋外 正当她给莱恩电话留言时 轰鸣的雷声让她心中一惊 失手将手机吊到了楼下 内心的恐惧 让吉娜连忙回到屋内 在窗外骇人的闪电照耀下 吉娜脚下一滑 被家中的雕塑贯穿了脑袋 第二天 收到吉娜留言的莱恩 再度来到吉娜家 当她看到吉娜凄惨的死相后 立刻回到学校找到克莱尔 双眼含泪地向她转达了吉娜的识讯 并告诉克莱尔 之前吉娜无法翻译的最后一句话是 曲调停时 血债闭环 但当莱恩问起克莱尔 是否许过愿 他的财富究竟是怎么来的时候 克莱尔却言语含糊 光芒逃离 午饭时 保罗不顾同伴的反对 邀请克莱尔与自己坐在一起 而克莱尔也抛弃了自己的闺蜜 选择了保罗 看着克莱尔入座 保罗的朋友们纷纷离席 而此时深爱着克莱尔的保罗 轻尼地搂着克莱尔的肩膀 安慰着他 回到家后 渴望得到大家认同的克莱尔 再度找到了音乐盒 许下了第五个愿望 他希望自己是全校最受欢迎的女生 话音刚落 电话响起 保罗约他参加派对 男神邀请 克莱尔自然不会拒绝 派对上 克莱尔也是如愿以偿 成为了全场最受欢迎的人 就连昔日的敌人 也对他拍手称赞 对此极为享受的克莱尔 在派对上尽情扭动着自己的身姿 并与保罗拥吻在了一起 关于母亲的噩梦再度来袭 但这次 掉在绳子上的那张脸 突然变成了克莱尔自己 这让克莱尔再度惊醒 他又一次看到了窗外偷窥的人影 这次克莱尔连忙冲出别墅 拿起扒子追了上去 却在树林中遇到了自己的父亲 回忆起这些怪事 全是因为自己得到音乐盒而开始后 忍无可忍的克莱尔将音乐盒藏了起来 并想要像往常一样 去找邻居德路卡太太倾诉 但当克莱尔打开德路卡太太的房门 一股恶臭扑面而来 紧接着 德路卡太太那惨力的死相 映入克莱尔的眼帘 惊声的尖叫从他嘴里发出 身边之人陆续死亡 精神瀕临崩溃的克莱尔 最终还是找到了自己的两个闺蜜 向他们讲述了关于音乐盒的事情 但小梅对此显然并不相信 她觉得这不过全是巧合 并指责了克莱尔的自私 因为克莱尔许下的五个愿望 没有一个和他们二人有关 反倒是善点仁义的小穷提出 既然克莱尔相信这一切都是音乐盒造成的 那就把它丢掉 听从好友建议的克莱尔抱着音乐盒 来到垃圾桶前 但看着身后的豪宅 他最终还是犹豫了起来 众人苦等多日的寻宝游戏终于开始 但郑宇和闺蜜们开始寻宝的克莱尔 却被保罗拉走 被带到车内的克莱尔 正与保罗激情拥吻 突然看到了车内自己的围巾 紧接着 克莱尔在保罗的手机内 看到了无数张自己被偷拍的照片 这让克莱尔明白了 夜晚偷窥自己的人正是保罗 感觉自己被监视的克莱尔愤怒不已 他随即向保罗提出了分手 并不顾对方挽留下车离开 此时被克莱尔藏在家中的音乐盒再度打开 盒中雕刻的妖怪 在诡异音乐的衬托下显得极为害人 正和小梅说话的小穷 没有注意到身旁即将倒塌的火柱 还好被小梅推了一把 才得以幸免于难 没有成功的音乐盒显得有些恼怒 他继续播放着音乐 并找到了下一个目标 因为手机游戏的提示 小梅来到了26楼 当他完成任务回到电梯时 刚刚还正常的电梯此时突然卡住 将小梅困在了里面 而待在楼下的克莱尔也向小穷坦言 自己也没有把音乐盒丢弃 正当二人聊天时 处在高处的电梯突然失控 带着小梅从26楼急速向下坠落 伴随着一声巨响 当克莱尔赶到时 只看到小梅气惨的尸体 而因为小梅意外身亡 而悲痛不已的小穷 一边痛哭一边指责着克莱尔 告诉他这全都是他的错 最终还是兰恩 将惊魂未定的克莱尔带了回来 看着墙上贴满的资料 兰恩向克莱尔讲述起音乐盒 每一任主人的经历 他们都是突然变成人生赢家 但却都在之后接连失去了身边的人 最终选择了自杀 盒子最后一任主人所居住的地方 离克莱尔家不过几个截需 而盒子上还有一句话 当时他们都没有看到 当七个愿望全部完成后 妖怪便会夺走许愿人的灵魂 得知此事的克莱尔惊慌不已 他恳求莱尔帮助自己 尽管莱尔答应了克莱尔的请求 但无论火烧还是敲打 那盒子永远毫发无损 无奈之下 克莱尔之后把他再度藏在家中 夜晚熟睡的克莱尔再度被噩梦惊醒 这次站在他房内的保罗并未逃离 在得到克莱尔分手的肯定答复后 保罗用匕首割开了自己的手腕 因为他太爱克莱尔了 离开克莱尔就相当于让他去死 惊慌之下的克莱尔连忙叫救护车将保罗接走 一波未平一波又起 第二天来到克莱尔家的莱恩 发现音乐盒消失了 二人找遍了克莱尔的房间也没找到 正当二人为永远摆脱那魔后而喜悦时 别墅的门铃突然被暗响 原来克莱尔的舅舅因为漏缴了十年的税 所有资产均被政府扣押 克莱尔只好和父亲回到之前那所破房子里 公主变回灰姑娘 这巨大的落差感让克莱尔无比失落 更令人难过的是 今天正好是克莱尔的生日 因为失去了音乐盒 因此克莱尔所有的愿望也都消失 一切再度回归正常 就连戴希都康复出院 继续欺凌着克莱尔 保罗也与女友重归于好 之前仿佛是一场梦 但好用小梅的遗照 却是那样的真实 突然 克莱尔在小琼的储物柜内发现了音乐盒 原来 在看到小梅那悲惨的遭遇后 小琼为了保护自己 只好从克莱尔那里偷走音乐盒 因为家中还有两个妹妹 所以小琼只能将音乐盒藏在学校 再度见到音乐盒的克莱尔已经陷入了疯狂 她的大脑彻底被欲望占领 争强间 小琼一个尸首从楼梯上滚落 赶来的莱尔正巧看到这一幕 她连忙追上 企图劝解克莱尔 但此时的克莱尔已经被魔盒控制 她直接出言威胁莱尔 如果她再度妨碍自己 那么克莱尔便会用愿望诅咒莱尔 看着表情猙獰的克莱尔 莱尔知道面前的女孩 已经被恶魔占据了心智 她让开道路 只能无奈地看着克莱尔远去的背影 回到家后的克莱尔已激进癫狂 她将自己锁在屋内 看着面前的音乐盒 许下了自己第六个愿望 希望母亲没有离世 话音刚落 窗外的光芒开始变得柔和 伴随着敲门声 一道指存在于克莱尔脑海中的声音 在门外响起 先是震惊 接着是惊喜 最后克莱尔一直不住心底的激动 与妈妈拥抱在了一起 此时她的两个妹妹也走了进来 祝贺着她生日快乐 看着围在自己身边的家人 克莱尔感受到了从未有过的幸福 吃过蛋糕 克莱尔来到阁楼 欣赏着母亲的画作 突然 她在墙角那堆叠的图画中 看到了一个自己熟悉的东西 那个可怕的音乐盒 一瞬间 克莱尔全明白了 她明白了自己母亲 为什么选择自我了结 因为她的母亲 也被妖怪夺去了灵魂 此时 那诡异的音乐声再度响起 看着楼下的父亲 克莱尔瞬间明白 她这次的目的是谁 但她终究还是晚了一步 在克莱尔踏出房门的瞬间 父亲被头顶故人的电锯 带走了生命 父亲惨死在自己面前 让克莱尔彻底丧失了理智 尽管知道自己就剩最后一个愿望 也知道许完七个愿望后 下场是什么 但在经过一番挣扎后 克莱尔还是许下了最后一个愿望 回到剪刀音乐盒的那一天 话音落下 克莱尔惊醒 看着床上的爱选 一切都仿佛难科一梦 但心中那无比真实的痛楚 还是让克莱尔坚持和父亲一起去拾荒 并抢先一步 将垃圾相中的音乐盒藏在书包里 接着找到莱恩 先是关于臭屁王这件事 向她道歉 接着 将装有音乐盒的书包交给莱恩 让她找个地方埋了 并且严肃嘱咐她 千万别打开书包 转身之际 克莱尔终于清楚了自己的感情 她随机回头 在所有人惊讶的目光中 闻上了莱恩 但众人还没来得及 品味着体密的画面 再度转身的克莱尔 直接被戴琪驾车撞飞了出去 接着 重重砸在了远处一辆车的挡风玻璃上 随着克莱尔眼中光芒的消散 音乐盒那诡异的音乐 已戛然而止 妖怪兑现自己的承诺 她收走了克莱尔的灵魂 惊喜克莱尔嘱托的莱恩来到河边 她挖好洞 但还是因为好奇而打开了书包 看着那诡异的音乐盒 以及盒子身上刻着的七个愿望 莱恩的目光逐渐变得贪婪 显然 妖怪又找到了下一个目标 或者说 人心中的贪婪永无止境 本片虽为一部恐怖片 但片中下人的场景极少 更多的是让人看完之后 后背发了的恐怖感 因为片中虽然涉及到妖怪的诅咒 可妖怪并没有现身干涉任何人 女主克莱尔也是因为心中的贪念 将自己与身边人一步步带入深渊 由此可见 这事上最可怕的并不是什么妖魔鬼怪 而是人心底那无尽的贪婪 不过在最后 女主为了救赎 选择牺牲自己 让身边人重回生活轨迹 这也证明人心中的真善美 是不会被贪念所打败的 不过片中最让小青感慨的是 一个中国的魔盒 竟然能听得懂英文 就让身为学者的小青情何以堪 好了各位看完全篇 大家还记得开头小青的问题吗 如果可以许下七个愿望 你会许什么呢 欢迎在评论区和小青留言讨论 好了 这就放哨打烊了 如果喜欢小青制作的影片 记得帮小青点个赞 你们的鼓励是小青坚持不及的动力 我们下期不见不散了 爱你们 你们下期不见得不散了 你下期不见不散了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